这种软绵绵的东西叫岩绵 它是由玄武石和钢矿渣制作而成 整个制造过程也是相当有趣 就像摊贩制作棉花糖一样 玄武石是地下岩浆从火山喷出后 凝结而成的岩浆岩 它是地球大陆地壳的重要组成物质 自从被人们发现后 玄武石就成为了建筑领域不可或缺的材料 岩绵是大自然的产物 它是在火山爆发后 人们在地上发现了一缕灰色的物质 它的质地相当柔软 摸起来就像棉花一样 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是融化后的岩石纤维 如今的岩绵生产过程 其实就是模拟了火山喷发这一自然现象 把玄武石和钢矿渣放进钢锅内 用15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将其融成岩浆 加入一定量的粘结剂 防尘油和增水剂后 用离心机高速离心成岩石纤维 通过极棉机的收集就变成了蓬松片状的岩绵 整个过程就跟棉花糖的制作如出一辙 着实让人大开眼界 输送带把岩绵送入一个中板式的机器中 将片状的岩绵堆栈起来 堆栈的次数也是提前按照客户的需求设定好的 接下来 在一系列滚轮的巨大压力下 横松的岩绵就会被压得紧密结实 与此同时 末端的自动推送装置会将侧边的岩绵推入棉层中 现在的岩绵正在缓慢地经过一条70米的烤箱 里面的高温会将混合在岩绵中的结合剂固化 从而让岩绵保持被压实后的形状 冷却完成后 它们用圆形锯把岩绵切成两个长条 然后使用一台冒火的烙印机 将商标和产品信息烙在岩绵的表面 接着用水刀把岩绵裁切成所需的大小 之所以不用圆锯切割 是因为在切割的过程中 水刀不会产生碎线和造成浪费 当然我们也不用担心水分会被岩绵吸收 在之前加入的增水剂和岩绵本身的高密度特性 让岩绵具有良好的防水性 根据统计表明 在建筑上没使用一吨岩绵制品 一年能够节省相当于一吨石油所产生的能量 为了检测岩绵的防水性是否达标 质检员从生产线上随机挑选一块岩绵作为样品 将水倒在岩绵上面 如果水流快速地流过表面没有被吸收 就说明产品的防水达标 至于防火的测试 就比较简单粗暴了 它们用火断烧岩绵一个小时 因为岩绵的自然特性 让它能够承受高达1200摄氏度的高温而不会起火 甚至在你用手触摸背面的时候 也不会感觉到烫手 一旦检测通过后 这些岩绵就能够作为隔热材料进行出厂包装吗 在如今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 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已经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环境问题成为了人类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如果不能好好地保护我们的生活环境 地球毁灭了人类将无处可去